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大家好 這次就跟大家介紹的一個 寧丹妙藥的同類療劑 名字叫做Antimonium Tartaricum Antimonium A-N-T-I-M-O-N-I-U-M Antimonium Tartaricum T-A-R-T-A-R-I-C-U-M 我英文譯詞叫做Tatar-A-Matic 它中文翻譯叫做酒石酸-tai 是Antimonium T-A-N-T-A-B-I-T-A-R-I-C-U-M-D-I-C-U-M-A-C-U-M-F-R-I-C-U-M-A-C-U-M-V-K-U-M-E-M-A-C-U-M-N-E-U-C-U-M-B-C-U-M-U-M-E-Cly-C-U-M-L-E-U-M-F-I-M-E-C-U-M-E-O-M-E-C-A-T-A-R-I-C-U-M-E-C-U-M-E-M-E-C-U-C-U-M ni-M-E-C-U-C-U-M-E-C-U-M-E 如果有病者有肺毛病的时候 通常会有很多痰 如果你去听 你不用用镜子的耳朵都听到 只要在胸旁或背上 你已经听到声音的痰声很重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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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的痰声 有些时候出现那些 有些小朋友初生的婴儿 可能出几个月就开始有肺炎了 用尽重很多抗生素 始终痰痰还在这里清不到 或者被一些年纪大做的老人家 早上起床就会咯咯咯一轮 你们partic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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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ública 病者通常有很多痰,不断想吐出來,吐不盡 還有,不太口渴,雖然痰一直不斷吐,但不太口渴 有時尼胎都比較白,即是酒石酸體和胃部有關聯 所以很多時候尼胎很白,不太口渴 還有,他們很怕焗的房間,經常需要新鮮的空氣 這跟白頭翁很相似 還有,Antimonium塔,酒石酸體,很多時候會受天氣的影響 什麼天氣呢?通常是比較潮濕的天氣,或者又冷又濕 很多時候會引發他們出現智氣管炎,或者肺炎 如果他們還有一個情況,他們可能會有敲喘 敲喘的發作時間可能都是凌晨三點鐘 敲喘的時候,他們通常要坐起來,因為不能呼吸 所以,他們一定要坐起來才能呼吸 好了,小朋友患了這種症狀的情況,他們通常會很敏疹 即是你不能鬥,不能碰他,也不能看他 你看他,他會發脾氣,這樣 你上去檢查一下他,他會大喊,大喊 這些通常都是Antimonium塔,酒石酸體,精神狀態的症狀 所以大家遇到這些呼吸系統的症狀 病者,痰聲很重,還有離胎白 還有,他們不喜歡喝牛奶,大家知道牛奶很多時候會野痰 所以他們不喜歡喝牛奶,因為牛奶野痰 也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但他們也會喜歡吃酸的水果,或者酸的飲品 所以這個是Antimonium塔,在這些肺呼吸系統的毛病 有很多痰痰,痰多到病人好像浸在痰裡 這種情況,這個療劑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在 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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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MING PAO TORONTO